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是正式的出席公开活动 有了公开演说 那其实这一切的种种 大概都跟大家沙盘推演的剧本是一样的 那明天可能还会有第三集 虽然人飞走了 但是接着中国的军演行动 可能会持续的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那有没有第四第五集呢 这个不去多说 不做揣测 也不太重要 那重点是 其实我昨天刚好在一个财经媒体节目上 才聊到这件事情 我用了台风来做比喻 有时候气象局跟你预报说 附近有个台风快速接近台湾 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会开始去做防台准备 比如说门窗关紧贴上胶带 阳台亮的衣服先收进来 那慢慢的呢 随着台风快要靠近登陆的时候呢 风雨就加大了 但是呢 等到台风也正式登陆之后 有时候抬头一看 反而呢 天气趋于稳定 甚至呢波云见日 那你对照这个股市的一个走势 昨天就像是呢 台风登陆的前夕 飞机呢 准备往台湾飞来了 所以股市呢 先跌 但是杀下去呢 其实也没有好像演变成所谓的恐慌思绪 那毕竟昨天呢 还留了下影线 更重要的是 昨天成交量也没有出现呢 恐慌性的爆量 那接着呢 今天呢 整个事件似乎呢 也没有什么脱离大家预期之外的演变 那这个该演说的演说 该会面的会面 那其实股市就变成风平浪静了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的台股 整个大盘指数从早盘到尾盘 它就呈现一个非常载幅的震动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卖压 那当然现在买盘也是相对缩手慣望的 所以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今天的成交量非常非常之低 那如果我们观察到近期的成交量 大家可能要去思考的是 量缩会造成什么影响 量缩你又该如何因应 这个会比呢 去看裴洛西的新闻来得更重要 好 那我待会再来跟各位呢 进一步来聊聊量缩的影响 跟对应的策略应该是什么 我们先回到这个盘式的氛围来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我放上台股的恐慌指数 那这恐慌指数衡量的方法非常容易 当这个指标往上 代表市场情绪进入恐慌 那过往的历史走势来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的时间恐慌指数 都是维持在低档 波动不大 那可能有特定的事件的时候 市场的情绪一时趋向恐慌的时候 这个指标就会往上喷出 突然之间的冲高 但是冲高之后 维持在高点的时间非常之短 大概只有1到3天 换个角度来解释就表示说 其实市场多数的时候 情绪是会比较偏向稳定 甚至乐观 那恐慌的时间往往都是稍重极势 注意这句话的意义 恐慌的情绪往往都是稍重极势 那各位再进一步想 如果恐慌 它所对应杀出来的 会不会就是低一点 会吧 我们从图形来看 这是2020年以来 那过去这两年多以来 恐慌指数最高 曾经冲到53.8 基本上超过25以上就算偏高 超过30以上 以台股的经验来看就非常高 那在2020年3月 当时就是算是全世界第一波的 COVID-19大流行 恐慌指数标到53.8 那冲高的当下 当然就是会对应市场卖压一涌而出 所以股市暴跌 击杀 杀出了一个低点 好 那再来呢 在2021年去年 当时我们台湾本土疫情升温 那三级警戒 恐慌指数标高 冲到38.9 那对应的呢 也是一个在15000多点附近的急杀 所以你可以看到恐慌指数冲高 指数杀低 恐慌指数冲高 指数杀低 好 那我刚才不就说了吗 恐慌指数 它这种高点都是稍重急事 一下子就没了 那你反过来想 它对应的既然是指数的低点 所以当指数短时间回档杀低的时候 这个买点 这个低点也是稍重急事 一下子就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昨天的恐慌指数 已经在反应了 拉高到26.1 好 那今天的恐慌指数 没有再冲高了 当然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昨天已经反应过了 而这整个事件 最后 绝对就是 雷升大 雨点小 所以 从恐慌指数看台股 给各位呢 一个结论 其实 这一次 裴洛西来台的事件 就是有恐无荒 大家可能呢 在昨天 因为在媒体 为了收视率的考量之下 大肆的报道 而且呢 各种 恐怖的言论 大概都搬上台面 那各家媒体 为了拼收视 你讲的辛辣 我讲的要比你更麻辣 那这样才有收视率 所以呢 让我们有一些投资人呢 可能有一点紧张 一点点恐惧 可是没有到慌张思绪 好 那我觉得呢 这个其实有个关键原因 一方面 我们先前股价指数 已经大幅度的回挡 不要忘记 今年一度修正 4691点 很多融资都已经是断头 所以当大家手上的持股 所剩不多 卖压已经宣泄反应完毕 该卖的早就卖的 那现在手上还被套牢 抱住的股票 说实在的 裴洛西事件也不会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也不会因为他要来台湾 所以这个时候才把 也许上半年套到现在的股票 决定冷痛杀掉 这样的人应该是非常非常少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原因 是在于 这两三年 台湾股市多了很多 年轻族群来参与 所谓的股市小白 股市生力军 这些股市小白 股市生力军 你跟他说台海危机 会造成股市暴跌 不夸张 他可能会跟你嗤之以鼻 我这样讲 也许 银法族 二十年以上古龄的人 你会很难想象 因为只要讲到地缘政治风险 那个几乎是我们在 台股打滚 二十年以上的资深股民 最敏感的神经 很怕 一九九五年 你知道那时候怎么样吗 怎么样吗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两国论 诸如此类的 可是你要知道 有看过那些历史事件 台股回档的投资人 现在还在这个市场里面 积极参与者 所剩无几 不多了 要么退出的退出 休息的休息 做短的都改成 存股长暴了 所以他们不太会影响到 这个盘市 那回头呢 年轻人 他也不怕 因为年轻人没有这种感受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这里的量缩 其实已经告诉你 筹码就是很安定 台股 不会在这个地方 对这种地缘政治事件 产生太激烈的反应了 不要自己吓自己 因此如果买点稍重急事 那你要接下来留意什么重点呢 来我们跟各位呢 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统计表格 台股这一波从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护盘以来 7月13号起 涨到上个礼拜五 最多呢 就是涨幅超过1000点 在这反弹1000点的过程当中 好 我们依照股本的大小 以及呢 反弹的涨跌幅表现 做了一个统计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涨幅超过30%的公司 在这个波段 这个期间 涨幅有三成的公司 只有33家 而且清一色都是 股本小于1000亿的 股本超过100亿的 只算是中型股 那更不要说超过500 1000亿以上的大型股 总而言之 不管你是中型股 大型股 涨幅在这一波超过三成的公司 完全是没有的 甚至超过两成的公司 也没有 那股本低于100亿的 涨幅达到两成以上的 有57家 那再过来我们看到则是呢 小于零的 也就是说大盘都涨1000点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股价反了下跌的公司 那么大于100亿股本的公司 有12家 那小于100亿的小型股 却有高达166家 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呢 大概这个涨幅 涨幅借于呢 接近大盘的表现 或借于呢 整体表现的中间 也就是说涨幅借于呢 一成以内或一成到两成的 占绝大多数 其中呢 仍然当然是由股本 小于100亿的公司 占比比较多 好 所以未来呢 你要怎么样来看待 量缩的行情 以及呢 大盘整理之后 如果再工 你要怎么选股 我们从这张表格 可以得到几个重要 而且简单的结论 第一个 大型股走势 相对就是比较稳健 这跟我们一般的直觉 是相符合的 那小型股呢 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走势可以说是 明显分歧甚至两极化 不然你再看一次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大型股 你要它涨两三成 没有 但下跌的呢 其实也不多 可是小型股呢 涨得多的有 可是呢 下跌反而付报酬的更多 所以我说分歧两极化 那第二个重点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涨幅超过两成 甚至超过三成的 就算是小型股 其实也不多 总共呢 33加57 就是90家公司 能够在这个 千点上涨的行情里面 涨幅超过两成的 在全台只有90家公司 在全台只有90家公司 其实是非常的少 那就表示 各股的上涨幅超过两成的 的确是困难的 因为前面的大跌 很多散户受伤了 融资断头了 这个不是一时半刻 能够恢复元气的 那因此 量缩 缩到2000亿 或低于2000亿 它变成是一个常态 那难道这种常态量 就没办法操作股票吗 倒也不是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 打开整个台股 长期的历史 成交量一天 能够达到 三四千亿 四五千亿 本来就是极为少数 这一段话 特别要让股市的新鲜人知道 其实2000亿 已经很够 让一些中小型股上涨了 台股以前 有很多很多的时候 成交量就是 经常就在 一两千亿附近 只不过在这种架构之下 要切记 你如果去压大型股 除非你抱持的是一个 长期抗战 长期投资的心理准备 否则来看的话 大型股 它的反弹力道 一定会比较慢一些 弱一些 那就如同刚刚所给 各位看到的数据 清楚地呈现 小型股才会是这一波反弹的主角 那么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提到 要看大做小 而且呢 要适时地懂得 灵活操作 因为刚刚也给各位看到 要一口气涨到两成 涨到三成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即便大盘都已经拉出了 一千点的上涨空间 个股能够涨到两成至三成的 也不过就只有90加 所以在这里呢 很多股票 虽然它基本面很好 但你也要懂得来回操作 好 所以最后呢 我要提醒大家 很多投资朋友 常常就是在 手中持股被套牢 或陷入亏损的时候 希望呢 去寻求 安慰 怎么样的安慰呢 去找专家 找分析师 找比你懂的人 问说 这张股票 我手中套牢持股 基本面 真的不好吗 我觉得它实在是不错啊 那我能不能再多等一等 等解套呢 其实这是散户普遍的想法 但是你要知道 在大盘量缩的状况之下 很多基本面好的公司 它可能也没办法 有所表现 有所发挥 所以最重要的是 调整持股 跟上这个盘式的节奏 你会看到 这个有限的一两千亿 它只会去寻找特定的 个股特定的族群 所以不要让自己的钱 睡着了 摆在那些呢 套牢 等待的时间 那跟着我们 一起来做换股 一起来做选股 尤其这两天 量缩 就是最好的买点 恐慌指数冲高 代表呢 股市的下档低点 风险已经十分有限了 把握这个 稍重极势的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好 这一次呢 所谓的低轨卫星股票呢 也成为盘面 少数的亮点之一 那其中呢 在今年展望上面 特别乐观的 特别受到呢 投信注意的 就是呢 森达科 所以呢 基本上森达科 算是整个低轨卫星 产业的领头羊 那估计在今年 低轨卫星的 出货贡献占比 可以呢 大幅度的倍增 那我们看到 这一波投信 其实在股价整理过后呢 又开始进场买进 所以让这个股价呢 顺利的突破 之前的这个大量 上影线的高点 代表呢 这个套牢的筹码 已经呢 消化稀释完毕 不过再往上来看的话 这里呢 还有一个大量高点 大约在180 但这180 上下这个区间 这里的套牢压力 会再更大一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以呢 前一波这个大量 上影线的位置来看 它的成交量 放大 大概也就只有一天 然后呢 建高之后就拉回了 可是这个地方 它是连续都出大量 而且呢 在这个大概170到180的区间 大概呢 这里大概有5到6个交易日 都是连续有出比较大的成交量 所以代表这个地方的套牢筹码会更多 所以如果以今天高点来看 已经要进入到呢 密集套牢区 所以追高风险会比较大 而且连续两天都是跟盘式逆着走 那棒打出头鸟 所以你不要呢 这个时候去追 但因为投信的买盘 是在过去4天密集进场 所以只要稍微蹲下来 压回到这几天 你抓5日均线来看 就会贴近了投信 这一波的平均成本区 所以回到5日均线附近 就是可以市集承接的一个位置 再来我们看到网通股的部分 那一来这个上游的零件 IC缺料油解 二来是台币贬值 有助于财报亮眼 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3596致益 目前也是在投信的买盘加持之下 股价开始逐步电高 那甚至这一波外资呢 也算是一个认错回补行情 这一波外资踢到铁板 卖在地板架 那这边杀光了之后 就发现被投信拉上去 就重新买回来 那目前来看 这个月接近大概130到135的压力区 也不能冲动追高 但是回房大概在125到120附近 这个地方就会是支撑 所以大概呢 把这个区间先抓出来 然后适时的低阶高出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那工业电脑的部分 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毕竟昨天已经先表态了 可是我跟各位讲 这些产业这些个股 基本上呢 它就是会走自己的路 已经不太受到大盘的影响了 这已经来回证明过好几次 好几波 所以你不用担心 大盘现在 这个好像暂时没有要转强上攻 那反倒是这些有亮点的族群跟个股 会更有吸引力 所以就像是广基或利端 那昨天创高 那今天整理一下 但是这个其实技术面 突破都已经是确立了 所以突破之后压力转为支撑 拉回亮缩找买点 那急冲喷出不追高 这个就是操作的大方向 大原则 好那另外我们呢 跟各位提到有一档个股 是结合了苹果跟车用的双题材 好那这档个股呢 我们买完以后 当天呢就亮灯涨停 涨停了你不用追 现在这个盘 它会震它会洗 涨停不用追 好那今天它拉回了 昨天还创高 但今天它拉回了 那今天拉回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加码点 就是一个安全的进场机会 因为呢 大户还在洗盘 吸筹码 所以拉高 它会倒筹码 但是压回 它会加码 因此还没有上车的朋友 这样个股你要把握 你要留意了 下半年 你说电子会有什么样亮点题材 车用 绝对是一个 但是呢 不用再去追那些涨到半空中 甚至涨到外太空的车用股票 这一档个股现在才在第一档 另外下半年 法人看好苹果 但苹果供应链里面呢 如果去买那种 大家耳熟能详 很大支的全职股 那个也不容易涨 你要搞对方向 所以这一档中小型股 它还是低价同板股 然后兼具苹果加策用题材 股价拉回过程当中 都是亮缩的 所以这一段 算是筹码的真空期 没有套牢筹码 指标低档交叉 那假如股价展开回升的走势 来到这个K棒上原区 我估计大概就是50%的空间 所以这个反弹来讲的话呢 当然它符合了我们讲的 低位阶 题材强 而且呢 它的预期的报酬风险比是高的 因为下档再跌的空间十分有限 那这个时间点 其实大家不要再呢 一直聚焦在 所谓的地缘政治事件了 市场上有恐慌 就会有好的低点 好的买点 那真正要把握的就是呢 市场聪明的资金 现在正在卡位哪些好的股票 赶紧跟上我们脚步 有问题的话 直接来电询问就可以了 足够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逢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是 你们中国走起来电话 门 在这张没关系 你 这样